女孩被人用钱堵住嘴 变态拿尺子量了量她的小腿 做好标记后便举起电锯 直接切了下去 强烈的痛感瞬间让女孩清醒过来 她拼命挣扎但无济于事 变态放下烟 露出不耐烦的表情 嫌女孩太吵 只见男人活活掐死了女孩 整个房间恢复安静 看男人熟练的操作 显然这不是她第一次作案 更可怕的是 男人把女孩整张脸都扯了下来 再放到模具上 然后将女孩分尸丢进焚烧炉 这还没完 男人把骨灰碾磨成粉末 再添加少许石灰粉 搅拌均匀后倒入模具 几分钟之后 一张精致漂亮的娃娃脸就出炉了 在房间的墙壁上 挂着很多这种刺娃娃 谁能想到身为娃娃艺术家的她 是个彻头彻尾的杀人狂 短短几年间 很多女孩陆续失踪 但警察就是找不到线索 因为这些女孩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这天男人又在寻找新的目标 小女孩主动上前询问 因为前几天她看到 自己的同学和男人在一起 但现在同学失踪了 女孩就想问问这位叔叔 对于主动送上门的猎物 男人骗她同学就在自己家 邀请女孩也去家里玩 眼看女孩就快要上钩 好在这时女孩的妈妈叫住了她 招呼她上车走 大美载着女儿小美离开 男人却默默记住了她的车牌号 今天是小美的生日 晚上一家人给她庆生 氛围很是温馨幸福 吃完蛋糕后 女孩的爸爸走出房屋 想要到院子里抽根烟 掏出打火机就看到女儿刻下的一行字 上面写着爸爸不要抽烟 爸爸欣慰地笑了笑 大美也从屋里出来 看到丈夫准备抽烟时 就把她关在门外 以示小小的惩罚 之后大美进了浴室泡澡 殊不知此时院子里走进一个神秘男 她顺势捡起地上的棒球棍 慢慢地向房子那边靠近 女人正舒服地在浴缸里泡澡 门把手却突然耸动起来 她结束洗澡慢慢打开浴室门 还以为是丈夫在给她开玩笑 大美来到厨房打开冰箱 拿出一瓶矿泉水刚喝下一口 就感觉到背后出现了一个身影 大美立马意识到不对劲 扭头就看见一个陌生男子站在那儿 受到惊吓的大美瘫软在地 男人没有给她逃跑的机会 靠近后举起棒球棍狠狠地砸了下去 大美在抬起头时 就看到丈夫已经倒在了雪坡中 下一秒自己也被变态袭击 变态不打算放过任何一个人 接着就弄死了女孩小美 女人眼睁睁地看着女儿死在面前 自己却无能为力 可想而知她有多痛苦 大美大难不死 被医生救活过来 但她的丈夫和女儿就没那么好运了 同时医生发现大美的心脏 和自己患有绝症的女儿匹配度很高 便想给女儿移植大美的心脏 但大美不会答应 她要留着这条命为家人报仇 两年来大美一直活在噩梦中 恨自己不能手认了仇人 现在唯一的线索 只有杀手拿走的丈夫的打火机 所以大美一直在网上高价收购这款打火机 这天终于有了新消息 一个陌生人发来信息 说自己手上有她寻找的打火机 大美激动不已 赶紧联系留言者 请求当面交易 谁知对方看大美是个残疾人 拿到钱后就抢走了打火机 还把大美按在地上打了一顿 大美意识到 凭她一个残疾人的力量 根本无法找凶手报仇 于是她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捐献器官 她让医生联系需要器官的病患家属 然后雇佣他们帮自己的忙 这三个人分别是黑客小丽 私家侦探大强以及警官阿东 大美向他们沉默 帮忙找到凶手报完仇之后 就会把自己的器官捐献给他们 让他们可以救家人 大街上熙熙攘攘 一个坐着轮椅的女人 举着刀钞路人冲过去 等她看清路人的脸时 才发现自己又认错人了 无奈的警察劝她放弃复仇 但大美不会轻易放弃的 她要继续调查下去 黄天不负有心人 大美找到了当年犯罪现场的监控记录 第二天大美和大强来附近蹲点 这时迎面走过来一名男子 大美看了又看 但无法确定她就是那个凶手 突然那个人过来死死盯着车窗往里看 把两人吓得平住了呼吸 好在窗户上有贴膜 男人没有发现他们 带她走后 大美提出要去她家查看一下 大强帮忙撬开密码锁 大美独自进去 看到墙上摆满了精致的瓷娃娃 大美震惊了 因为她看到了女儿的项链 这里果然就是凶手的家 大美的眼泪瞬间夺框而出 不料凶手中途返回 好在大强集中生智冒充推销人员拖延时间 让大美有逃跑的机会 两人准备离开 但大美坚持要返回去拿走女儿的项链 大强本不想答应 但拗不过大美 便独自返回帮她去拿 殊不知凶手早已在监控发现她 虽将她残忍杀害 之后又跑去大美家杀了她的朋友 大美躲过一劫 但失去两个队友后 她决定亲自上门复仇 大美来到凶手家 将所有娃娃都砸碎 凶手在上面付出的心血和代价可想而知 看到这里男人瞬间怒了 只想置大美于死地 她举起刀走向大美 这时女人却笑了 因为她就是要故意激怒凶手 只见大美掏出打火机 一把火烧了男人最庞大的作品 男人更痛心着急了 恨不得一秒结果了她 然而此时燃烧的大剑娃娃突然倒下 身上插着的见证好刺中男人的胸口 男人最终死在了自己的艺术品下 完成复仇后 大美履行了诺言 捐献出自己的器官 死亡对她而言也是一种解脱 她终于可以和家人在天堂团聚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名叫《两个心脏》 是一部情节丰富的韩国剧情片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原片